最多的溫定之一 到底高电压比较好是高电瓶子 外人说你的小叫 你上门看 他那个网拍 他能把零达满库的 有3V的、5V的、9V的、12V的 而且他不是要买几V的 他能把到底要买什么比较好 其实到底对 高电压还是高电瓶子 其实他能把是在看什么 你们学校中个开门版的名字 我们的重点是要看发电 发电是看什么 面积啊 W W W是想要是瓦数 他们是看他的发电量是看W 你高电压 一样的面积 你高电压就会有低电流 一样的面积你高电流就会有低电流 其实我们是在看P&I 那我们买的这一块 之所以拿它来当课程 是因为他这两片的面积 刚刚好 都在这一台车上 就是这么的刚好 所以我在网上找的非常非常非常绝 发现这一组 他们把他拿来做 这一课程 最适合 因为你如果买大的面积 太大了 不好意思喔 那个赛车轮道就放得下来 因为我们这一个课程 搭配那个赛车轮道 这个大家有看过吗 四驱车 这个广告就玩得到了 所以在原浆旁古都没关系 拍位记得到 480块有发明 自从我三年前开始推这个课程 他已经卖了260以上 成绩不片 480 他在涨价了 之前450 现在是480 好 我要讲的是这个面积 刚好可以放得下来的轨道 做这个课程是最ok的 再来第二个 我们为什么用那一个 我随便先跳胎 我们为什么用那一个轨道 是因为 我们我早期在做开洋车课程的时候 嗯 以前做开洋车 你在网上找的影片都是怎样的 哎同学我们去外面 放在地上 然后就123跑 跑之后就发生一个形象 跑这边 跑那边 跑那边 车子方向下 他在到处跑 那我们为了要去测 那个好 我们带小朋友去太阳底下 这样跑 是一种体验 哎 会动 但是我们 在博重 的科技 重点是要凭着 凭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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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凭 凭分的凭 那凭着凭着 我要写一下 没有 我只是要写一下我的老师 教我们两个最重要的事情 外研究所老师后 通过讲这两个字之后 对于生活科技 脑洞打开了 数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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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 财重一般的答案 我前面就说我之后 我的指导教授是朱耀宇老师 他那时候跟我们讲 生活科技 新的两个字 就是 关键 叫效率 效率 你的课程只要是 做跟效率探讨的关系的 几乎不会歪掉 就跟我们的运输车一样 不就是把东西打造出来 就要看谁能够快速有效的办理 做后一掃出来 就看谁能够有效快速的完成任务 好吧 在七八年级的课程 几乎是扣在效率这一块 你只要课程是做跟这个有关系 就不会是公平 这个比不利 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然后